我们再看幻女士 她的后面几点原因 比如说她提到 美国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美国要发动代理人战争 就是美国对整个国际事务 她的嵌入的方式 她的整个外交理念 是有重大的问题 是不是对美国来讲 也是改变不了 这个确实是非常难 因为她这个霸权制形态 无有独立的形态 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了 现在主要是碰到中国的崛起 它转嫁危机变得越来越难 然后非西方国家 它开始决行了 美国这样老是欺负我们 我们现在 不知道你的游戏规则 对 所以一带路非常受欢迎 但背后很重要的是 美国它自己的硬实力 软实力的全面下滑 就很多人 你看沙特王储最近刚刚说 我不在乎美国想什么了 因为这句话本身 它还是有点杀伤力 是 其他国家的那个伊朗领导 说美国一带不如一带 印度尼西亚领导 说我们就是要用本国货币 用人民币 普京说是我们以后 这个整个俄罗斯和亚非拉国家的贸易 用人民币 是有一种 这个山鱼以来丰满的 背后就是我们讲的 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 后西方时代 你不再代表世界前进的方向 都说到了一带一路 其实您看从时间上来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第十个年头了 要致富咸丘路对不对 这整个过程就建基础设施嘛 对 那现在基础设施差不多了 就开始搞工业化 跟加强贸易的这个沟通流通 所以才会有 我们这个整个欧亚大陆绑成一片 最早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美西方一些国家是 先是否定一带一路倡议 再后来呢 又提出很多很多类似 像债务陷阱这样的歪曲你的说法 有一段时间在西方媒体上 这说法还是甚嚣尘上 甚至也会动摇 大家对一带一路的理解 但你看我们就非常稳妥地 很扎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 把一带一路倡议做起来 把各国的合作做起来 现在这个成果十年过去了 我想它是有说服力的 我接受呢 经约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 对 谈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说俄罗斯被西方孤立了 但西方被非西方世界孤立了 对 这句话很妙 就是人家真的 不再把你美国西方当一回事 这是革命性的变化 就是当你失信于民 人家不再觉得 你不再值得信任之后 美国整个这个包括美元 有点大杀江青的那种感觉 包括你看我们多次提到过的 最近这个整个的东南亚东门说 我们要用本地货币 用人民币 马来西亚总理说是 我们要搞这个亚洲货币联盟 等等等等 然后中国 法国前面提到的 签一个用人民币买石油天然气 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着这个 包括银行危机 欧洲也面临银行危机 背后都是个信誉 当这个信誉不在的时候 而且又有替代的时候 很多事情会发生得很快 这个一带一路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肯尼亚大使告诉我的 美国伦肯 对 访问肯尼亚的时候 就跟肯尼亚总统说 要小心啊 这个是债务陷阱啊 总统给他的答复是 你降落的机场是中国人建的 机场到城里面的公路 是中国人建的 你住的酒店是中国人建的 对不起 你帮我们建了什么 好 好 好